下午四點,運菜的貨車 終於駛到旺角街市 以往貨車一半早上到達現在山山雷池 是否剛運下來的? 對, 下午了 等了多久, 過關了? 等了很久, 一車東西而已 一車比平時少了多少? 少了很多東西 少了多少成這樣? 超過一半 一有菜, 馬上拆盒 戒袋有多少, 要多少 應付買菜的人潮 第一批 第一批, 等了多久才第一批? 第一批? 剛剛才到 這批貨什麼時候下單? 十一 是否原本下的量? 不是, 五分一 現在菜販幾乎每天看車打掛 看不到, 唯有生意也不做 有貨源就拿貨, 沒有貨源 你買開那裡, 沒貨源給你 就不開 就像餐廳一樣, 我吃開的質量 去第二間, 這間關了檔 我去第二間, 我又不吃了 他過不了, 我寧願不開檔 我平時拿七件菜生 今天只買了三件 這個芥蘭平時拿四件, 只有兩件 平時拿銅生菜, 拿八件 今天給了三件 價錢就貴了, 貴了十幾元 總之菜來講, 真是供應不到 梁太經營梳菜批發二十幾年 負責將菜蔬運給各大食市 這麼多年來, 梁太從來都沒試過 菜價可以高企這麼多天 貨源可以缺到幾乎清零 因為他一有菜賣, 我們多拿兩箱 因為他不肯定每天可以來 就像昨天一樣, 一條菜蔬都沒得來 那我交什麼?出去炒四十元斤 那我怎麼交得起? 是不是? 如果我的菜蔬回來, 是十八元 我最多是交二十元 那四十元斤, 我當然是交不來 每天都會下訂單 但分賣菜的機會 其實可能只是僅次於種綠合彩 西山菜給四件吧, 麻煩你 那他就說, 今晚又沒有貨 他又打電話給我 因為那些中港司機, 那些人擴殘 封了, 就沒有貨 每天都說沒有貨 那你說怎麼做? 損失 我都…年糧, 我交租 我交租都幾萬元 但是我出糧, 到拖人兩個月都出不了 每一個月, 變成說我虧本 都虧幾十萬 內地蔬菜佔了本港大約九成市場 可不可以順利運到來香港 原來就是靠一群騎手 他們就是跨境司機 不過最近運菜來香港 認真波折重重 晚上九點鐘 長沙灣副食品市場 運菜的貨車開始陸續到達 不過只有零星幾架 數目並不多 我還會運菜準備的街市 給香港市民食用 貨車來到副食品市場之後 就會由工人接力 落貨分貨 只不過即使有賽樂說 貨量亦都大不如前 不正常 因為少了很多貨 你看看縮到半車貨 這裡起碼欠百幾二百件貨 穩陣正常點是齊頭齊尾的 如果這麼少貨 不如我會3.3來裝 用不著我這麼大的車來裝 因為貨量少了 所以價錢會提升了 運菜量少 運菜車亦都少 究竟跨境司機運菜的時候 遇到甚麼問題 找到一個 就是這個 現在找到他 現在要介送他 去隔離 延伸 最近至少13名跨境貨車司機 在深圳的核酸檢測程陽性 結果牽一發動全身 和這13名緊密接觸的司機 被迫強制隔離 一格就至少14天 甚至乎21天 因為上面有幾個行家 就確診了 導致了很多司機 都要從大陸隔離 不夠司機用 所以導致脆價就比較貴 這裡是前兩天的敏感度情況 貨車大排長龍 由於有多名司機確診 內地防疫部門大為緊張 查車檢疫多重工夫 令運菜的時間一言再言 車子被出來了 等你車子被出來了 過不了關 昨天有多少車過不了關 今天早上的菜還在這裡 很多車過不了關 車子全部都退港 那邊想落的車是想不到的 疫情改變跨境司機取菜的流程 以往他們直接駛去賽場 將菜直接運回香港 疫情關係 跨境司機進入大陸境內 只可以停留兩個地方 一是疫站 他們會在這個地方 交收由內地司機運送回來的蔬菜 第二就是去檢疫酒店稍時休息 只要其中一個地方 有一個司機確診 其他司機就會成為密切接觸者 需要隔離 所以就算有車 都沒有人可以運賽下來 另外排隊過關的途中 要全程留在車上 無論等多久 都一樣 連外賣都不行 交外賣都要叫他走 不讓他交 交警打手勢 不斷入手叫他關窗 送外賣都挺堅持的 用酒 正常我都沒得吃 我都沒得喝 你去哪個廁所 要是沒有 他是不是不讓下車 不讓…全程不讓下車 下車未反 你是不是忘記 重重關卡 令到很多中港司機卻步 不肯到深圳運賽 今早上司機在酒店發設接觸者 裡面有司機確診 又出不來 接著我們就慘了 周圍找司機 找了12個充頭司機都有 都沒有司機在 這日張先生叫本來 做去運鮮魚的韋哥 臨時頂肝去深圳取菜 原本疫情前 聘請一個跨境司機 上大陸一轉 大概600至700元左右 最近由於少了司機 叫價已經升到1500元 我們就去排隊吧 最快兩小時 最久那次 25小時 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正常的話 就半小時左右 我們公司 本來是十幾架車 不如禁止了五個司機 都沒有人做 出不來 做一天這樣玩下去 你… 我頂得一天頂不到兩天 頂得兩天頂不到一星期 你怎麼可以玩 一半一星期二個小時 你做不做 不是一天 每天這樣玩你怎麼做 這裏是屯門一個停車場 我們見到有十幾輛大型貨車停泊 沒有人開車上深圳去取菜 原來亦跟近期香港大爆發很有關係 很多司機大廈確診了 不能回內地 所以都駕駛不到車上去 交收蔬菜 菜界會貴了 或是少了司機 我自己因為大廈確診 我就不可以駕駛 我也要停賽14天 話口未完 當他駕駛到另一個地方的時候 他便接到行家的訊息 打電話 電話響 衛生署通知他去捉高灣 香港爆疫 加上有中港跨境司機 在內地驗出陽性 防疫措施一再加辣 運賽更加要過重重難關 好 真是大劑 下跌來的位置也無法坐 肥仔在那裡 在錦上那裡拿車 有多少司機在那裡等 全部人 這位車到了場才可以叫名出去 昨晚在中港司機 和內地司機交收的驗站裡 整班中港司機滯留 就是因為要對司機做身份驗證功夫 之後有全負責交收的內地司機染疫 結果 正式封場 正式封場 疫情爆發令 措施每天再改 中港跨境司機出現逃亡潮 若果中 你要捉我去隔壁 不是吧 我用老實家的提供 我本來是一千元 現在老實加了500美金 一千元 我老實說 我要找司機,我的車還未公園 我覺得機器的夜櫃在這裡找我 因為現在他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多給我一輛車 在上面安裝好貨 我看點時間,上去 我把空車放進去 我便換回車 我便不用在這裡等了 這樣可以做 就算有司機開,像我們一樣 也要加人工 讓無出事人身上… 對,其實… 最后市民就拆了 老化性就拆了 吃貴的,沒便宜的就吃了 我們今天去過街市 看到賽價只是回落一點點 只要一天運賽其手的問題不解決 賽價就會一天告期 應該不會 起碼應該會持續一段時間 都是上升的 因為沒有司機 還有沒有那麼多貨車運賽下來 例如那些100個司機 每天減10個,每天減10個 減一減,可能會減到 只剩下一個,兩個,三個 總之二 五、五、六、八、三個 拆滿